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8月18号 星期一晚上11点 运通财经台 制作的股市晚安报 我是郭凯 节目一开始先关心 今天台北股市的表现 金管会打算制定基亚条款 重创生计以及中小型股 使得台北股市电子金融同步熄火 大盘一路震荡走低跌破9200点关卡 加全指数收盘是下跌65.5点 来到9141.31点 再度跌破了五日线 成交量是萎缩到713.67亿元 基亚跌跌不休 今天再度跌堤 金管会等主管机关 有意要制定基亚条款 规范生计股引爆了卖压 承得F泰景志勤唐延跌堤 成为上跪公司跌势最惨的一个族群了 而太阳人的部分 则是受到欧美数企的关税壁垒冲击 茂迪 国硕 玉金 硕和新日光等全数躺平 电子的全职股 台积电 大力光还有鸿海市表现平平 金融难挽跌势 国泰金 富邦金 以及赵峰金盘下游走 今夜重大财经讯息 上半年的上市贵公司财报亮眼 第二季税后存益创下单季的次高记录 上半年的税后存益则是创下了新高 年增来到19.1% Mogastelli更预估 今明两年台湾企业的盈余 将分别在上调5%以及7% 相较亚太地区的下修4% 台湾企业显得明显进步 欧盟与大陆的太阳能产业贸易大战 扫到台湾 欧盟表示将清查协助大陆的代工国 包括了台湾 日本以及马来西亚等 一旦被认定为帮修国 将被刻比大陆还好高的税率 因此国内的太阳能股 今天在利空影响下 包括上游的矽晶圆厂 到下游的电池厂一片是下措的 还有13档是被打入了跌停板 基亚再度跌停连续第16根跌停 创下了台股个股连续跌停记录 而且成交量是只有5张 超过1万张的伪卖张数 基亚股价持续地列为被处置的一个股票 由于股价波动太大了 跟有相关联系的多档认购 以及受的一个权证 共有25档权证被列入了处置股 成为贵买史上单一标的的被处置全镇 最多的一档 绑枝股王如虹 继续重挫来到跌停价位 也影响到其他成衣族群是下跌的 包括了准备迎接瑜伽大厂订单的宏远 今天股价在盘中也是亮灯跌停 让巨洋东龙溪与迷茫石也是随时下挫 中刚公布了7月合并税前 近一来到27.35亿 创下今年以来的最佳获利表现 较6月增加17% 前7个月的税前获利 144.29亿元 合并每股税前低于是0.92元 同步创下历年来同级的新高水准 反债齐户的布局以及三大法的买卖超排名 外资买超了8.05亿元 投信是卖超了854万 正商买超307万元 三大法人合计是买超了7.5亿 详续一同来关系 台股期货部分以9000亿元 141点作售下跌了61点 与现货相较逆价差0.31点 承保名部分 外资空单大增5796口 至15096口 投信空单小增153口 近多单部位是降到1584口 静商多单增加了747口 至10672口 总计三大法人空单增加了5202口 转为净空单2840口 至台北股市表现外资法人观点 巴克来指出 台湾的PCB产业第二季的营运 成绩符合预期 因此维持中立平等 看法 不过在各场的表现方面 巴克来是强调 由于下半年有iPhone出货提升题材 看好App真底 下半年的营收有机会优于预期 因此给予加码平等以及105元的目标价 受贿于iPhone6金属机壳订单的需求带动 麦格里证券表示 红准第二第三季的营业获利预估 将分别大幅成长57%以及69% 其中本季营业获利来到13亿元 高于外资圈的预估 未来渴望的补油补涨空间 因此将红准的投资平等与目标价调升为 表现优于大盘以及90元 群光第二季不论是PC或非PC的领域订单 都有显著成长 不只单季营收创下历史第三高 获利计增率更是达到48.2% 完全没有受到淡季效益影响 预期第三季的营运将出现两位数成长 看好群光表现 花旗也将目标价从87.56元 大幅拉高到103元 首度跨越百元的门槛 接着是今天台北股市强弱事故 股市涨跌变化就像天气一样 股市气象台今天出趟的偏多讯息 创意积极的进军比特币市场 下半年将以28奈米制成量产出货 创意表示年底前在导入16奈米的设计业务 目前对第三季的看法正面乐观 预估营收毛利率都渴望优于第二季 华确商用电脑发威第二季的企业NB销售占比 拉高到15% 华确强调商用NB以及PC机器是比较低的 再加上微软SP的推厂带动换机潮 因此预期今年的销售表现会比去年成长20%到30% 大方受惠于NB市况回暖 第二季营运已经摆脱股底顺利的转亏为盈 大方认为今年的营运将继续以NB周边产品为成长主力 而股价也没有受到台股走弱的影响 还上扬了将近有4% 受惠于高单价订单依注 巨洋上半年EPS是4.95元创下了获利的历年新高水准 早上下半年凡就指出新产能投入以及高毛利产品进入出货旺季的帮助 巨洋的出货渴望比上半年成长一成 全年有机会赚进一个股本 食品股半年爆出如乐整体表现普遍比去年同期成长 包括统一、莲华、红雅、南桥都有高达30%到300%的成长 凡就预期随着时间进入第三季的传统旺季 食品业者的营收将会持续的增加 中国隐形延期龙头F金可公布半年报 尽管第二季获利略低于市场预期 但是上半年美股盈余仍然是创下了8.01元的历史新高 再往下半年金可认为 随着产业进入旺季 预估8、9月的营收渴望再创新高 以上是台北股市表现 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鹅牌清理窗 专利复了市岛块 食品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鹅牌清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代用 最记得啊 先用记得五分钟 最简单的操作模式 最完善的守候服务 不容错过的守候课程 不断学习的DVD教学 投资家平台让您一次拥有 02-2503-3288 02-2503-3288 森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在我们遭遇紧急伤病的时候 还好有这些医护人员的效果 他们牺牲与家人相聚的时间 是为了给我们最好的医疗服务 感谢每一位医疗人员 因为有您 全民健保才能更好 无障碍住宅 就是为了使行动不变的宣传者 或是生活不变的高龄者 能有一个友善 便利 而且安全的生活环境 及居住空间 第一 必须要设置无障碍通路 第二 要有宽敞的空间 第三 是设施无碍 等三大要素才行 内眷部一直致力于打造无障碍住宅 营造通用无障碍的环境 照顾每个家庭 带给每个人生活上更多的便利 欢迎回到股市晚安报节目现场 我是郭凯 新台币对外美元汇率 今天收盘贬值0.5分 达到30.040亿元 对外一美元作收 成交金额6.76亿美金 有关国际汇率数字 一起看看 好消防 关心国际重大财经讯息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祭出了制裁 让克里姆林宫大感愤怒 因此莫斯科当局宣布 全面禁止美国和欧洲欧盟 大多数式的食品进口到俄国 分析师就认为 俄罗斯停止进口欧美食品 可怕让巴西、阿根提、智利和墨西哥等 拉丁美洲主要的食品生产国 在俄罗斯市场取得立足之地 成为俄国的主要食品的供应来源 彭博社报道 澳洲6月的痛苦指数来到9% 创下了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 引发全球金融风暴以来的新高纪录 超越美国的8.2% 以及英国的8.3% 分析师认为 澳元汇率过强时造成澳洲就业市场 转弱痛苦指数上升的原因之一 泰国军政府继摆平了政争之后 随即又将泰国从经济衰退的边缘 倒回了成长轨道上 泰国经济部公布 第二季的GDP激增0.9% 和前一季的季减1.9% 呈现大幅成长 更优于之前彭博社预估的0.7% 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公布贸易数据 在美国经济前景改善 以及大陆经济走稳带动下 新加坡7月的非石油出口 年减3.3% 优于市场预估的下滑4% 虽然说是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但减幅已经开始逐渐的缩小 亚洲股市最新消息 大陆股市是收红的 登上8个月以来的高点 小云市一同来关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市贵公司财报全数出炉了 整体第二季获利较去年成长超过两成 尽管会主委曾明宗 对台股发表最新看法 从原本的审慎乐观 进一步提升到稳健乐观 他强调今年GDP保三没有问题 加上不动产资金 大股回流到股市 基本面相当好 渴望直接反映台股的表现 主计总处上调今年GDP预测到3.41% 为国内景气打了一记强心针 基本面好台股何去何从 尽管会主委曾明宗再开金口 对股市的看法是稳健乐观 稳健乐观当然比省省乐观 相对乐观 出席公开活动曾主委心情大好 与现场媒体谈笑风声 看台股乐观态度再提升 主要就是因为上市贵公司第二季 大赚4476亿元 年增率高达21.6% 加上资金面相当宽松 由房市转进股市台势明显 上市上贵第二季的财报 非常的亮丽 资金面的部分目前还相对宽松 那尤其是不动产业建筑业 维持在平板的往下走的情况 我相信资金会有更多 从不动产或者是建筑业撤回股市 另外曾主委也不忘提起金融业 打亚洲杯政策 预计将在星期三与包括国泰金 中信金 开发金 元大金 富邦金 赵峰金 第一金 台湾金等八家金控董事长喝咖啡 预估会议后就能有具体开放 以及协助措施 为金融业未来发展 带来更大的话题以及想象空间 富士山陈介伟台北报道 水泥龙头台泥举办法收会 累计上半年税后盈余年增超过三成 益住母公司50.28亿元 EPS达到1.36元 顺利的改写新高 随着步入产业旺季 加上大陆各项的政策利多 下半年表现渴望优于上半年 台泥集团联合法说会 特别的是这次董事长孤承韵并没有参加 而是由资深副总经理黄建强 率领集团各自公司高层出席法说会 台泥的部分 就如同我们在第一季做的法说会 我们预测玻璃会有两个数字以上的成长 所以表现的是不错 那么中向的部分 玻璃也有大幅度的成长 那么在新商号工的部分 是亏损也缩小 与全场外资法人报告营运概况 黄建墙展现大将之风 台泥上半年合并营收来到585.9亿元 年增百分之十一 税后盈于76.19亿 较去年同期大增31.33个百分点 易住母公司50.28亿 EPS1.36元 远胜过去年同期的1.08元 该写新高 在中国市场方面 刚才已经提到过 基本上现在我们慢慢要进入旺季 量价都会提升 广东地区的发货量 已经大幅度的成长 目前每天的平均发货量 达到三万吨 黄建墙释出利多消息 其中最看好的就是大陆市场 其实不止台泥上半年 较出好成绩 另一大厂雅泥同样有好消息 累计少半年大赚51.74亿元 年成长12.8% EPS1.68元 水利双雄财报双双缴出 两位数成长 下半年在大陆政府 持续寄出公共工程等利多政策下 后续营运动能绝对可以期待 富士山陈介伟台北报道 台速集团钢铁元年 由旗下福建不锈钢厂正式起跑 8月开始全能运作 明年底由月缸接棒冲刺 为了让钢铁事业稳步推进 争取合作伙伴 日本的钢铁大厂 JFE集团也入股了月缸 渴望强化双方的结盟优势 扩大亚洲钢铁的版图布局 台塑集团旗下福星不锈钢厂 预计8月中旬完工投产 在技术入股伙伴 日本JFE集团支持下 加速开拓立即市场 降低原料波动风险 合作默契越来越好 台塑集团积极争取JFE 入股旗下越南钢厂 扩大双方在亚洲市场的领先地位 我想这个是个好的投资案 只是希望说企业内各个公司 都有这个机会能够投资 而且我们也会引进策略投资者 台塑福星不锈钢厂 瞄准大陆内需版图 以厨具汽车等高阶应用为主 以年产72万吨估计 年产值上看200亿人民币 一旦大陆越南两大钢铁基地顺利启动 可望为台塑集团增填高达2000亿元的年营收贡献 我们这个主要一部分是国内市场 而一部分也是在外面的国外的市场 另外看好大陆内需发展潜力 台塑计划再加码投资5亿美元 扩建年产高达40万吨的不锈钢卷厂房 一切就等提报董事会后 展开为期一到两年的建厂作业 让产品组合更加完整 富士生陈介伟台北报道 LED族群第二季财报出炉了 龙头厂晶电还有异光 虽然说任劣业外的损失 但是获利仍叫上级升温 另外一个大厂龙达第二季的获利寄生率 更是达到500% 龙灯成长王傲视同业 LED灯泡亮度高又省电 市场渗透率逐年攀升 也让相关厂商荷包赚满满 累积龙头厂晶电 第二季产能爆满 甚至还有多余的订单转给餐员 带动晶电单季毛利率高达21.4% 创8季以来新高 尽管提炼2亿元 可转债金融评价亏损 不过本业的营业利益高达10.46亿 较上季大增3.3倍 税后也由亏转赢 EPS来到0.81元 想要建立品牌 或包括大量的数量的渗透 都在这三年 晶电业绩稳健 封装厂易光 第二季获利更创下单季历史次高 计增16.7% 累计上半年EPS达到2.16元 稳坐美股获利王宝座 另一业者龙达则社会背光 以及照明应用产品出货增温 营运表现优于预期 所有这些从非常上游 一直到非常下游 做了整个一个工作 第二季营收来到37.9亿元 计增17.7% 展现旺季动能 税后赚进1.6亿元 继成长522% EPS0.32元 较第一季的0.05元 明显大增 掌握第三季直下市电视机种 持续出货 智慧型手机应用也将有新客户加入 至于玻璃灯管 以及平板灯出货动能 也渴望延续到第三季 乐观态势不变 分身成届委台北报道 东阳召开法说会公布 上半年营收15.06亿 年减7.1% 获利比去年同期大减86.8% 展望未来董事长肖英君认为 旗下癌症以及抗生素新药专卖 能够有效提升公司的获利表现 我现在把这个耐工就交给你 那这个肖董 才接下麦克风现场掌声马上响起 东阳董事长肖英俊上任首度出席法说会 就接受投资人震撼教育 东阳公布上半年营收15.06亿元 年减7.1%税后净利7476万元 比去年同期大减86.8% EPS只有0.32元 不过董事长话讲得直接 他认为今年上半年的获利扣掉业外收益 其实和去年同期差距不大 对于未来业绩还是抱持乐观看法 研发它是有风险的 即使是正规的做它也是有风险 一般五个到十个才会成功一个 我想是正向的 正向的那个 因为看起来我们公司实际上是 是各方面的那个Pipe Line 还有就是人才的重深度都很不错 同时肖英君强调 合作厂商通过欧盟的检测 未来绝对有能力接下订单 进行生产制造 尤其旗下癌症新药与抗生素药品 拥有专利技术 未来获利能力不能小看 林志远 陈维佑 台北报导 鸿海旗下的国籍电子入主 亚太电信脚步加快了 亚太电信预计8月底将召开临时董事会 由既有股东全面立体 亚太与国籍整并之后 新的亚太电信将正式成席 有助于鸿海加速4G开台规划 电信三雄4G服务开台后 带动不少用户抢先升级 鸿海拼电信事业不能慢慢来 旗下国籍电子 以每股20元参与亚太私募之后 后续动作比预期来得快 8月底亚太电信召开临时董事会 预料鸿海将取得两席董事 成为最大股东 是一个光股跟泛工光股 占的比例不是大的一个公司 但毕竟是一个有光股成分在内私募 鸿海员们预定亚太明年董事会董监改选之后 才会进入亚太董事会 不过在亚太大股东权力支持下 鸿海副总裁呂芳明提前进入亚太电信担任董事长 让相关人员快速进驻 苹果iPhone6预计会在9月份上市 据传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亲自作证 郑州深圳太原厂 确保第一批能够交出8000万只产品 不过电信事业布局脚步没有停下来 新亚太正式成型后 年底渴望顺利开台 明年更要抢政府释出四驱第二波的 2.6GHz频段执照 以上是重大财经讯息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到节目现场 下沙下沙只要四折 轰天雷满意送单感恩回馈大放送 昨日起参加轰天雷终极食物翻专案 让你可以学到轰天雷的关盘技巧 逐步掌握操盘金钥 了解更多请速播 0223653255 嘴鸡鸡鸡 先用鸡鸡鸡鸡鸡 钱没了 我会当过在台 不过家没了 这个鸡就算得蓬蓬了 我什么人要喝春花呢 虽然已经不年轻了 但是 我祝你 冷气调高点 风景美一点 灯光调暗点 气氛好一点 节点 是今夏最美丽的流行 森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 很大很好望 精品家具 一次都温暖买齐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周年轻限制时时钟 最简单的操作模式 最完善的售后服务 不容错过的售后课程 不断学习的DVD教学 投资家平台让您一次拥有 02-2503-3288 02-2503-3288 饮料机能服饰需求不减 国内两大平用锯纸立场 原东西还有新鲜第三季出货激增 新鲜指出 目前平用锯纸是进入了旺季 量价都比去年头期好 预估今年的生产线 驾动率是接近满载的 主计总处公布最新全年GDP预测 售汇出口好转内需回温 预估今年GDP渴望达到3.41% 较5月的预测值2.98% 大幅上修了0.43个百分点 景气看到春夜 全年保三没问题 上市贵公司完成上半年财报公布 根据证交所统计 上市公司营收达到12.33兆元 年成长4.68% 税前盈余7498亿元 年增15.07% 加上今年以来 股市价量齐扬 成交值增加33.64% 全年GDP能不能保三 主计总处公布最新预测 电子产品机械产品以及基本金属等 出口成长带动下 按美元计价商品出口 较上年同济增加2.88% 预测今年经济成正上看3.41% 较5月预测的2.98% 上修0.43个百分点 不止今年保三无余 明年GDP更渴望挑战3.51% 国内需求方面 民间消费随就业情势持续改善 第二季的失业率降到3.89% 4到5月受雇员工平均薪资 也叫上年同期 调增了3.56% 国内景气似乎真的看到春宴 反观日本因为受到消费税调升冲击 第二季GDP较第一季萎缩1.7% 年减6.8% 创311震灾后最大降幅 不少人质疑上路近两年的安倍经济学 是否已经过了赏位期限 不免令人担忧 分身陈介伟台北报道 受惠订单的驿注工具机族群第二季全面获利了 能见度已经看到年底 为了筹措建厂资金 包括了雅威 成泰 高峰 东台 全数计划发行现金增资 或是可转换公司债 因应客户的需求 华南金控举办法说会公布上半年财报 税后尽力达到63亿 较去年同期显著成长超过两成 总经理刘茂贤认为 目前海外贡献获利已经突破三成 下半年渴望延续上半年的成长态势 现场外籍法人不是两眼紧盯笔电 就是不停翻阅手中财报 华南金控举办法说会 特别的是这次没见到董事长刘登成 而是由总经理刘茂贤全程主持 上半年 运运状况上升平 站起身拿起麦克风 刘茂贤公布上半年财报 税后经历达到63.05亿元 年增21% EPS交出0.7元 他强调目前海外贡献获利 已经突破三成水准 获利动能强劲 渴望带动整体业绩持续向上 就下半年来看 我们除了会推动国内的业务以外 旗下的四家的公司 也都积极地在大陆固点 希望在未来的业务拓展上 能够更加的成熟 刘茂贤透露 第四季将把总部搬迁到位于信义区的新大楼 现有总行大楼将出租 未来每年渴望产生高达2亿的租金收益 业绩很漂亮 只先一看华南银行董事长林明成的儿子 华南经创投副总林之佑 也出席法说会 接班意味浓厚 福尔森陈介伟台北报道 威刚看好记忆体试况可能带动下半年的获利成长 优于上半年 威刚强调地润产业到明年6月之前都没有新产能开出 预期到今年11月底 记忆体供不应求的情况不变 后续是相当乐观的 观光局公布上半年来台的人数 较去年同期大幅成长超过两成 带动了饭店业者营收表现增温 进华饭店以16.6亿称霸同业 而另外一家业者下都 上半年的税后存益同步较去年大增一成 力拼市占提升 不论平时还是假日 夜市都像这样人潮爆满 台湾有吃又有玩 观光客就爱这一位 抢赚观光材大型酒店 个性商旅一家一家开 国际旅客来台人数屡屡创新高 截至目前已经达到482万人次 就去年同期成长26.69% 让饭店业者跟着荷包赚满满 今年基本上下半年还是稳定的成长 统计上半年观光旅馆营收 突破286.97亿元 年增6.41% 其中又已经华的16.6亿元 澳市群雄 其次则是由喜来登 军越 W Hotel以及国滨等知名饭店 南华前五名 而站稳南部市场主打拥有 国内唯一一条长达2.8公里 贝壳沙滩的下都饭店 业绩表现同样下下降 在外国客人这一块 还有跟陆客这一块 是我们可以努力的 上半年合并收达到3.1亿元 年增5.23% 税后成益约6273万元 年成长超过一成 EPS 0.7元 目前平均住房率达到94% 日期下半年 在中秋 双十廉价 圣诞节等档期益注下 也即看好 富人生陈介伟台北报道 Airpure上半年获利 年增2.2倍 EPS来到7.22元 採望下半年反就认为 受惠苹果新产品即将上市 加上英特尔新平台渗透力拉高 Airpure第二期三季的营收 渴望创下了新高纪录 台积电联电8寸晶圆代工 产能吃紧 世界先进宣布成功 接货转单了 利用率维持搬载 随着圣谱新厂启用 可望带动下半年业绩逐迹成章 消费性电子产品旺季来了 从手机 笔电 平板电脑 到穿戴装置 各家厂商下半年将陆续发表 新产品 向由中单厂商 对晶圆需求大增 导致最上游的台积电 联电 出现产能吃紧 我们在维持技术领先 以及建制高阶产能的长期承诺 并且也获得许多重要客户 以及伙伴的正面回忆 近期传出Intel 14奈米制程 进度落后 可能要延后六个月上市 台积电抢供先进制程 16奈米提前到第三季进行试产 最快第四季就可以量产 不过因为产能排挤 加上近年来没有在八寸厂增加产能 让世界先进成功接收转单 业绩从年初开始就维持高档水准 我们在7月1号交割完成以后 现在就已经在做技术的认证 那么很快的大概在第四季 我们就会有产品的产出 成功并有盛普的世界先进 不但接单满到年底 下半年八寸厂新产能渴望顺利开出 带动下半年业绩主机成长 林志远 陈维佑 台北报道 既振威伪创打入苹果供应链 光宝科同样靠着充电器 正式挤身iPhone的供应端了 凡就指出配合客户新产品进入市场 光宝科开始小量出货 预计今年底前出货 有机会冲上九千万只 带动相关业务起飞 联想既超越惠普坐稳 全球最大的PC品牌厂 现在更是积极的复制成功 机业 要抢攻手机市场了 根据联想公布最新财报 中国大陆地区手机出货 大幅成长 首度几下三星 成为对岸最大的手机品牌厂 联想冲刺手机试验 找来明星代言 看起来有效果 联想公布第一个季度 智慧型手机出货 成长四成 带动营收 比去年同期成长百分之十八 税后存益 二点一四亿美元 大增二十三个百分点 超乎市场原先预期 我们希望说我们能够在 明年我们能够去成为 是整个外商品牌里面 在平板 对不起 在那个触控笔电上面 能够成为外商品牌的 No.1 不过华硕也不是省油的灯 手机行销大战 打得不可开交 同样找来歌手代言 阿台手机买器 上市以来 文座台湾 五到七月份 手机销售王 带动华硕第二季 品牌毛利率 冲上百分之十四点三 来到十六季以来的新高 沈正来预告十月份进军巴西 抢攻新兴市场 势在必行 面对联想积极进军海外市场 没有退让理由 林志远 陈薇佑 台北报道 红机宣布了智慧型手机全球销售国家达到三十一国 突破原地目标了 反正就认为未来两季红机在市场扩增 加上有新产品陆续上市 如果供应链备货没有延迟 下半年的出货倍增有机会挑战两百万台 经济部举行了部长交接典礼 部长张家柱请辞之后首度露面 现成会场正式交棒给杜子军了 他大力赞赏杜子军在经济方面的丰富经验 力拼无奉皆归 准备进入会场进行交接仪式 途中特地停下脚步 大大的看板上超过一百五十篇留言 满是同仁的不舍与祝福 前经济部长张家柱终于露出笑容 看到毛副院长 我三四十年的好同事好朋友 到我的家门口不得其闷而入 我觉得对他非常非常的抱歉 我家里的电铃坏了很久 至少坏了五年以上 所以怎么按电铃上面也不会听到 我的太太确实在家中 她一词不知所措 也不敢出来 请辞后首度露面 不同以往的严肃态度 笑谈他在请辞当天 不是故意让行政院副院长毛志国持笔门根 让现场笑声不断 另外也对信任部长杜子军加油打气 杜次长这段期间他的点点滴滴 我觉得他非常的适任 但是也很遗憾他接了以后 外面还有一点恶意的批评 我觉得那个都不是事实 对张部长来讲 他只是一个他关心推动台湾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分号 并不是一个据点 离情依依的气氛弥漫整个会场 将硬性正式交付给杜子军后 张家柱走下台 与现场同仁一一握手 被媒体团团包围 直到坐车远离 宣告张家柱的经济部长生涯 正式划下据点 福日生陈介伟台北报道 以上是精选的财经济文 广告之后还有更重要的明日关盘重点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最简单的操作模式 最完善的售后服务 不容错过的售后课程 不断学习的DVD教学 投资家平台让您一次拥有 02-2503-3288 02-2503-3288 森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鹅排气密窗 专利负文师岛块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鹅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最佳一把股也是 来用 吹记贴 先用记贴 五分钟 李财周刊十四周年庆开跑咯 李财周刊 携手赢家日报给您无限的可能 带您掌握全方位资讯 累积财富不间断 现在订阅十二期李财周刊 加三个月赢家日报 轻松价值要9188元 更多周年庆优惠方案 请立即拨打 关系 轮松价02-1392-6680 昨天说的 我已经找到恶恶业者 将我那块被污染土地整治好了 但是最近有一个神秘人 要用高架租我的地 我可没当作意 土地乱租给不明人数 真围的 有些微笑业者 会租土地来望住了 不虧往會氣勿 所以土地除了不能亂租 地主還有常常巡邏出出的土地 哪不會造成的污染 地主還可以被關 而且最多可以活得300萬元 請大家玩具法務術 歡迎收看 歡迎回到股市晚安報 節目現場 臺股空軍趁襲肆虐 生計太陽能中小型股殺生隆隆 跌停加速擴大到超過百家 上櫃指數下跌超過百分之二 長黑K灌破了年限 大盤下跌六十五點 加全指數失守五日線 收在九千一百四十一點 日K連三黑 成交量是縮小到七百一十三億 創下五月二十一號以來的新低量 而明天該怎麼選股 我們趕緊請到大家都非常熟悉 資深分析師顧富仁老師 為我們解析明天的關盤終點 顧老師晚安 顧客晚安 請問問大家晚安 請到顧老師 今天的盤石讓投資人還是滿失望 而且亮人持續亮縮 觀望的氣氛非常濃厚 明天盤石是不是能夠有 比較正面的一個看法 您的觀察呢 以明天來說的話 它應該也是大概跟今天差不多 理論上應該不會跌這麼深 今天是因為有太陽人的利空出來 但是其實在下午的時候 我們的光電協會也是有提出證據 如果說從這個消息面來看 從它提出來證據來看的話 這個應該是有特定人在放一些消息 或者是說這個是謠言 因為市場在公投的時候 很容易受到一些謠言的時候 這個股價就會大幅波動 但是如果說以單純的 非常單純的這個 所謂的技術線型來看的話 比如說我們可以把新日光 日線圖拿出來看 那如果說今天這個跌頂的話 幾乎是最低價了 因為他們之前都是在底部這邊做蹭檔 但是因為這個地方呢 它的這個量能其實並沒有放出來 意思就是說其實這裡的並不太嚴重 因為其實以這個量能來看的話 這個呢算是最後桿底斷 因為融資來講的話 其實這邊大概要斷頭 大概也一早就斷頭了 然後因為不是只有新日光 連這個茂底也都一樣 那今天早上碩河的時候呢 這個上游的部分也一併受到衝擊 那如果說這個消息面可以證實是假的 或者是理論上來看的話 從這個最新的報導來看的話 應該是謠言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明天這些所謂的太陽能應該就直接 甚至於說可以強談 那意思就是說其實在這個區塊呢 其實就已經去掉一部分的這個內資的 我們內資的恐慌 還有一個就是在生計的部分 在生計這個不管是生計條 這個所謂的儘管會要用什麼基亞條款 我覺得這個對我們生計來說的話 也是屬於一個所謂的短空的地方 因為它就是短線上呢 也是在做加速乾淨 因為其實你這個基亞這次事件發生以來 其實生計股的修正幅度都蠻大的 很多都已經回到了這個起漲區 所以意思就是說 其實這邊墜落兩個族群來看的話 這邊已經在加速乾淨了 那以整體性我們台股的加權裡面來看的話呢 它雖然明天還要可能再回檔 可是呢就是說這個回檔呢 應該也是在做一個最後一部分的修正 那預期之前跟各位講過 我們在禮拜五的時候 禮拜四的時候也跟各位提到說 其實呢我們這個禮拜一的時候 本來就是會再回測一次 因為今天的這一根黑黑棒呢 我外帶這個量說 其實就是醞釀說我們來到這裡呢 應該是已經具備一個反彈的條件 為什麼 因為其實如果說你黑黑棒量說的話 表示說這個第一個 沒有人要接 那你想要賣的人呢 其實今天是因為受到這個消息面影響 那我覺得這個消息面影響 應該都是屬於短線上的衝擊的 尤其以太陽人來說的話 這個消息面應該不會是真的 以他們的分析來看的話 再加上說生計應該也是在加速乾底 所以說這些加起來的話 應該才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所以等於說明天如果還有低點的時候 那應該是一個長線 中長線的一個佈局點 因為如果說要讓它做一個強力反彈 我覺得明天還有待觀察 但是以從這個澄清來看的話 我覺得應該明天可以搶短多 因為我覺得這個 如果說是惡劣的消息面的話 我覺得應該很快就談起來了 那以這個整理性的 我們的這個全市類股來看的話 應該都已經穩定了 雖然說這個iPhone6短期 也快要上市了 可是這個股價都有反應 所以等於是說台股目前來看的話 沒有大力多 但是這個力控的話 也看起來好像也不是說真的很大 理論上應該不會是真的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明天反彈的力道 就會比較大一點點了 所以說投資人都是蠻期待反彈的行情 而在逢低不決的觀念之下 目前是有哪些族群 你可以來做一些介入給金木寫家顧老師 如果說以逢低不決的話 最近來看的話還是一樣 當然是以找疊最深的為原則 疊最深當然就是太陽能 我講過太陽能他們一定要明天看 如果說今天的消息的成... 這個光圈協會的成績的話 如果是真的的話 那表示說是有人惡意放話 那表示說明天應該就很快就能夠 彈上去到以太陽能來說 比如說今天早上談得比較強的是屬於TPK 那我認為其實因為以最近來看的話 這個所謂的行動裝置來說的話 蘋果的部分大概還沒有確定 那也是晚點才會出來 那如果說是以最近的所謂業績面來看 我覺得最近還在反映所謂的財報的利空 雖然說我們可以去逢低佈局 比如說像是一些筆電 或者說像是一些蘋果的部分 那是因為我是講過 因為蘋果最近的修正還不夠深 然後等於是說蘋果概念股 那等於是說還要稍微等它再修正一點點 雖然說我們最近的這個 比如說像紅基 或者說像微星或技嘉 這個筆電的代工廠的部分 最近其實都有所謂的回檔 可是它們都屬於一個所謂 很像震盪的打底段 那表示說其實最近的iPhone6 因為在出貨在機之前 很容易變成一個這個所謂的利空出境 那飛瓶陣營呢 因為受到蘋果壓縮 也短線上這個手機類的呢 是不適合在做進場 因為它們準備醞釀下一波主流 所以等於說最近比較穩定的是在筆電類 可是這種重點就來了 就是因為我們最近的盤面上 這個投資氣氛是偏保守 所以等於是說我們要做短線的時候呢 要稍微留意一下 因為最近的速度應該比較不會那麼快 那如果是這樣子來說的話 這邊是如果轉成中長線布局的話 是可以的 但是短線上操作呢 明天可能在盤中的時候就會出現了 好 非常感謝資深分析師 顧夫人老師詳細的解析 顧老師 謝謝 謝謝 好 今天是值得關注的是 台股量能還是激動 在從這個8月5號以來 長黑灌破季線之後 雖然說測試半年限是出現反彈 但是彈升量能頂多是只有 800億元左右的水準 多方力道是明顯不足 而今天更是創下了近 三個月的新低量 反彈氣勢恐怕難以延續 在升級以及中小型股跌勢未停止之下 台股指數是必須要謹慎看待的 如果國際股市持穩 預估本週台股是有機會 在9150點上下做震盪的整理 以上是今天的股市晚安報 感謝您的收看 請問是要一同來關心 明天的重大財經預告 我是郭凱 明天見 長官見 我們目前為止 大陸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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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接受 到什麽 我們下次再試習 下沙下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气氛好一点 节电是今下最美丽的流行 深田药庄高纯度玻尿山面膜 谢谢你的帮助 让我们有一个温暖的家 想帮助别人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吗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过租屋服务平台 租给有需要的人哦 不仅可以免费张贴租屋讯息 最高每年还可获得一万元的修缮补助哦 目前已有六个县市 加入租屋服务平台的行列 请上网查询详细说明 租屋服务平台爱屋及屋一起来 内政部营建署关心您 病菌的传播总在无意间 下班后享受幸福时光的同时 别让病菌无意间 也危害自己最亲爱的家人 用肥皂勤洗手 守护最亲爱的家人 台风季节来临 我们来看看防台准备做得够不够 准备沙包 固定招牌 属同勾取 不怕风雨来 不前往关潮 钓鱼或不当外出 防灾用品准备好 防台不烦恼 记得随时注意台风相关讯息 危险区域的民众 请及早避难疏散 内政部消防署提醒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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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修阳点栏目 5号 7号 7号 Same which exceptional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带人一起抱 我生虚无小的 체点 平常7号 7号8号 我还是 21号 最后《5号公璇 flo winner》 带西蒙甲的女人 敬请期待 免打档经典大黄蜂来了 双叠煞更安全 可调式避震器 13寸马吉斯轮胎 经文引擎 加高底蓝超低车身 超大置物箱免打档 让你快意奔驰 哈特佛机车路翔车业 吃车服务2785-5756 孩子的未来是什么模样 如果没有继执教育 转动台湾经济的专业人才 又会在哪里 孩子们有着无限的可能 鼓励他们适行发展 快乐学习 选择继执继执教育 将兴趣变成专业 展现多元成就 未来在职场上发光发亮 继执启动梦想 专业成就未来 哇 哇 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 很大很好望 精品家具 一次都会跟买齐 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周年轻现正时钟 当初来到台湾的时候 生活上有很多的不适应 也过得很辛苦 真的很感谢移民署 对于新住民的帮忙 我们下台湾的使用 有没人 对于新住民旅行 新住民旅行 或计划 你寻找你 回忆